Hello,大家好! 现在东京的夏季奥运已经结束了, 已经有一段时间, 明年就会是北京的冬奥, 最近一个很热闷的话题, 中美两国的元首刚刚进行了视像高峰会, 跟着一声就开始另外一个新战场, 就是北京的冬奥。 美国就放消息出来,而拜登是肯定了, 就是美国会考虑到时会杯葛北京冬奥。 这个杯葛,我稍微详细分析, 是举着把刀,但是不入肉的, 就是说美国会带头, 希望其他国家都杯葛北京冬奥。 不过,杯葛分两个层次, 第二个,一个就是我不派领导人或者高级官员来, 只是运动员来而已。 这个姿态就是说举起一把刀, 但是不入肉的。 跟着第二个就是美国不单止是自己做, 跟着现在背后, 大家在外交界采访,国际新闻等等已经知道, 中国已经向其他国家發出邀请了, 已经發了, 但是对美国还是观察的, 未必是正式發出邀请的。 我今天围绕着这个话题, 体育活动政治化这个话题。 首先第一件事,我自己都是体育迷来的, 各种的体育运动, 无论是我懂得看,不懂得看, 有些连规矩我都要慢慢学的, 无论怎样都好, 我都很反对体育运动政治化的。 这个不单止是外国, 中国如果体育政治化, 我都不赞成的, 所以要讲清楚这点。 所以看见现在的情况, 我记得以前我采访亚运会、奥运会、 世界杯等等的时候来讲, 对比今时今日, 我只能够讲我的愿望是反对体育政治化, 但是现实上去到国际政治, 你怎样想都没有用的。 每个国家都会将这些事情, 变成一个有政治考量的活动。 所以,第一点反对,第二点反对都没有用, 这是一个常态,是吧? 第三点是怎样处理。 如果你说今次美国的政治化, 我觉得招数都不是高的, 为什麽呢? 你看看它反对的理由是什麽? 新疆人权问题等等。 如果是高招的, 你可以找一个新一些的话题, 因为新疆的话题已经讲了很多次了, 新疆棉等等来讲, 效果只有让人感觉到, 对中国没有伤害, 跟着就是美国自己本身都有些矛盾, 它一方面说总统不来了, 不会有高官来, 但是运动员照去。 这一件事从过去很多事件上来讲, 看到中国同样是会炒热新闻的, 你不来运动员来,同样可以成功的。 你看看那时候乒乓外交, 就是透过一个小小银球, 炒了整个中美外交出来,是吧? 好了,现在这个再发展下去, 我又觉得中国自己本身, 不要单单说美国政治化, 而自己本身有很多政治化, 如果是这样来讲, 你去骂美国的理由, 你自己讲得不口响的。 好了,我马上举一些例子, 大家看看东京奥运刚刚结束没多久, 你说中国有没有政治化? 当然有啦。 第一,你看看那些建议出场的时候, 当中央电视台讲到台湾的名称的时候, 国际奥委会当时大家已经共同通过, 包括中国大陆是同意的, 是采取中华台北的名称的。 为什麽中央电视台一讲到台湾出场的时候, 它不止一次, 是讲中国台北, 你这个就是你可以说我对国内广播而已, 但是你这个广播来讲, 也都宣示了你是政治化, 国际奥委会当时大家谈好了, 我都有去采访的, 台湾是用了中华台北, 它都是顺应这个要求的。 所以我在1986年汉城奥运会, 在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里面, 86是奥运,88是奥运, 我都采访过专门就两岸, 两边的体育领导人,台湾那边是张峰瑞, 大陆那方面两个很猛的人, 一个是何振亮,一个是毅纪宗, 他们对外活动是相当活跃的, 在这个环境裡面,你搞政治化, 你都不会是太露出来的, 即使那时候两岸是同场竞技, 结果当时为了搞好气氛, 大陆的运动员去到台湾运动员的大本营, 台湾是让他们上来的, 然后两岸在角力, 我又讲一些旧民, 但是福射到今时今日有参考价值的, 就是怎样呢? 台湾不知为什麽, 忽然间搞了在奥运与亚运的长刊裡面, 整了中华民国这个字眼出来, 擠旗等等都整出来的, 不知道是不是大会不懂, 乱来还是怎样呢? 出现了北京一看到, 即刻抗议了。 大家有个谱,即是政治斗争, 但今次东京奥运大陆那方面是单方面改了, 你已经给人一个感觉, 当然你说台湾问题是无商量如地, 以北京意志为解读, 你可以这样讲, 但是你控制不了别人对你的评价, 对你的评价就是你同样是政治化。 好了,另外一个政治化的事件, 大家看到了, 就是上班掌台,大家都说不要有政治讯息表达出来, 但是大陆的建议不是全部, 是个别, 就带了个毛泽东像章, 毛主帝像章上台的,是吧? 你可以解读,这个无关政治, 这个只不过是一个个人的表达, 但是结果国际委会同样是有人提出, 你这样虽然是杀边球, 但是你同样是被人感觉到你政治化的。 好了,你说全世界都是这样政治化的, 关键是你玩得漂亮不漂亮,是吧? 我觉得过去大陆在玩体育政治化的来讲, 有些都玩得好,是漂亮的,大家是接受的。 例如我刚才讲的乒乓外交,是吧? 然后大陆后来都改了, 过去它叫做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下一波搬个球,顶头就碰撞了别人, 或者双方碰撞,就跌到地上。 中国当时是奉行, 不去抢球才扶起对方,是吧? 这一个来讲,你在比赛过程裡面, 是否有打假球之嫌呢?是吧? 这些来讲,中国后来都以增夺錦标为主的。 这些来讲,就是去政治化,是吧? 这些都做得好的。 好了,到两岸开始交往了, 我记得那时候, 真的打破了很多两岸的禁忌的。 跟着就是中国与国际体育的运动, 有很多很好的, 即是合乎国际的规则。 国际体育运动都讲钱的,是吧? 我马上举个例子, 当年中国没有钱的时候, 怎样拉好、处理好与国际奥委会的关係呢? 其中一个很简单的,捐钱给他咯。 中国很多钱吗?80年代不多的。 但是结果,就是有一个人捐了钱给国际奥委会, 数以亿计的, 不知一亿计的,是美金计的, 数以亿计的也不少钱了, 但是用哪个名义呢? 就是用中国奥委会的名义。 即是有人给钱, 是为中国奥委会打入这个国际奥委会增加的影响力。 谁这么好呢? 现在可以讲了, 这位人士就是香港已故了,霍英东, 当时我去採访的, 哇,霍女士,很厉害。 这个是真爱国,无论怎样也好,都是肯定的。 结果过了没多久, 我又不是讲两者是有必然关係的, 可能是没有关係的, 但是事实排序就是这样了, 过了没多久, 中国的国际奥委会, 其中一个头头,何振亮, 就成为了国际奥委会的副主席。 你说有没有关係呢?我不知道。 这个先后次序就是这样, 所以你说国际体育上面是否有政治化呢? 是一定的,问题是你用得漂亮不漂亮而已,是吧? 好了,去到这类位置的时候, 我说我是反对任何形式, 或者你说很牵强的那种政治化, 而政治化在体育方面是避免不了的, 跟着怎样处理呢? 好了,我就觉得既然是这样的时候, 就可以用最理想的政治与体育分开, 但是又分不开了, 如果分不了的时候, 就分开两个层次去处理。 第一,将那国的现场处理的权力, 交给在现场的那个运动代表团, 那你变成了政府所起的影子, 那个作用就越来越少了,是吧? 我刚才说,美国这次都不漂亮的,是吧? 你说让运动员去,官员不派, 你的表达方面,其实如果精的,你可以说, 美国政府不影响美国奥委会和体育代表团的决定, 让他们自己决定去与不去, 一般都可以的,是吧? 那你变成了政府的影响就少了,是吧? 好了,如果大陆那方面来讲, 你就可以尽量减少体育事件政治化, 或者被人政治化的副作用, 然后你才批评人批评口响的。 好了,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要讲到另外一件, 都是近期很热门的新闻,就是彭帅事件,是吧? 我不直接也不知道, 究竟这件事的真正背后是怎样的。 我只不过是说, 现在件事出来之后, 你说外国不单止是政府, 外国一般运动员都关心的,是吧? 你看到国际的网球总会等等来讲, 都发声的。 他们也不是具体讲一件事,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 但是很关心彭帅的自由、安全等等。 好了,在这个外国的关注出现了之后, 中国的传媒就开始有彭帅的动态新闻, 譬如微博, 跟着它就出席一些网球的活动、颁奖礼等等, 开幕礼之类。 这个出来之后, 很明显中国就是希望澄清海外的一些负面新闻。 两者的目标都很清楚的, 不过我经常讲, 你的事件本身我们不知道, 我们很难去评论背后有没有什麽其他因素的时候, 你被人看到的公关包装或者事件的处理, 这个已经是一个软实力的比拼。 好了,中国在这个问题上, 有很被动的地方是怎样呢? 第一,即使你现在彭帅可以周围活动, 但是外界的观察就是, 他都不一定是自由按自己的意志来表达的,是吧? 例如说,是不是他这件事爆了出来呢? 现在中国官方是没有就他讲过程那件事, 来作任何回应的。 因为你说没有歧视, 如果真的没有歧视, 你便立刻讲出来, 没有歧视彭帅做谣的, 但是又没有,是否令人感觉到是似有其事, 但是难以明言, 或者那件事是不是现在所公开的资料这样, 总之是无端端引起很多疑问的,是吧? 好了,现在你说让彭帅出来活动一下, 人家就开始想了, 就是他会不会是受某一种的力量, 需要他现在是这样表示, 如果不是这样做, 他会不会安全呢?之类, 你说这些都是猜测的, 现在人家外面就是信合理猜测, 你就要想办法, 连这个你认为人家不合理的猜测, 而变成对你所讲的版本的合理支持, 效果是这样的,不是单单就是这样, 我讲完之后你信就信,不信就信, 好似中国的官员有些发言人讲, 我不理你信不信,反正我就信了, 你记得这些官员讲过这些话, 结果全世界都笑了,是吧? 你是官员你当然信了,是吧? 另外一个,外国就说, 你过去试过很多对异见人士, 对其他很多,你是不是电视审判的呢? 他在面前我认罪怎样怎样,是吧? 大家都说,你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欲在砧板上, 别人一定是顺应你的要求, 是不是等于你澄清了一件事呢? 不是嘛,是吧? 所以大家就说, 如果能够有机会让彭帅自由地接受, 外国的传媒访问, 以前都会安排一些接受香港传媒访问的, 但是现在试过几次之后, 香港传媒去访问国内这些敏感事件的时候, 公信力都弱了,是吧? 因为他觉得你听话, 或者你是比较接近的, 那些你才可以去与有关人士做访问, 是否按新闻规律, 按大家所产生的疑问去提问呢?等等。 这个是由来已久的了, 如果再数早一点, 过去中国就说,我给你访问都可以, 因为是独家新闻,当然有新闻性的。 我觉得从新闻规律来讲, 是传媒都会想办法去的, 或者取得某个协调的。 但是原来一般中国就会开始提几个, 要求的。 第一个,你先提你的问题, 然后我再看一个问题, 我再决定接不接受访问, 或者你提的问题可以跟大家商量, 有些不适合提的。 老实说,外国都是这样的, 我们以前在外国访问, 外国领导人都要事先提供了一个问题, 给他谈谈哪个范畴的内容。 外国你不要说没有census,也有的, 不过别人的包装是怎样呢? 你先提问题,让我好好准备, 别人是这样包装的。 不是说我提了问题, 看他我不适合答过,不好答过, 我剃了你的问题,不是这样的。是吧? 所以这些就是讲远实力的包装。 另外,会提出第二个, 就是访问几多,限时几多, 讲了几多分钟,你要出几多分钟。 一般国际惯例来讲, 你讲限定的时间, 你不要说讲半个小时访问, 你访问整个两个小时, 这些人大家互相尊重。 中国过去曾经试过有一个, 现在慢慢改了,是怎样呢? 就是说我给你採访20分钟, 这20分钟内容, 你全部都出街了。是吧? 变成来讲,这个不是採访了, 是报道领导人所讲的内容, 即是你不能cut的。 它照本宣科,你都不能cut的。 后来那些人说,这不是採访, 这个变成是记者记也了。 结果后来这裡又开始放鬆了。 第三个,第三个国际的採访, 是可以有follow up question的, 所谓跟进问题。 你答了这个答案, 别人可以在你答的答案裡面再跟进。 我还有一些延后的问题, 本来没有准备的, 但是你的答案裡面是引起大家关心的东西, 国际上都有这个follow up question, 但是中国可以提出没有的, 曾经试过。 当然要看面对什麽记者。 所以去到这些位的时候, 大家就说大家都不喜欢政治法的, 很可能外国在彭帅事件上都炒过聋了等等, 但问题现在中国的处理来讲, 是令人难以信服中国发放出来的资料是可信的。 是吧? 所以你能不能够让彭帅自由地回应外国记者的访问呢? 我觉得暂时都难了。 所以去到这裡的时候, 总结一句就是说, 我都不赞成体育政治化, 但是你怎样才是你自己本身做到, 你在这个方面是很高远、很高超的技术, 然后你指责美国能够言之成理的呢? 这个就要讲一下你自己本身的宣传等等的意识思维, 是否现代化。是吧? 好了,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裡, 不过我最后提出一点, 虽然现在美国说我不来,官员不来, 但是时间还有三个多月, 明年2月,2、3个月内可能很多变化的, 大家也不要将现在的事情看成定局, 如果两边谈得好,中国当然是希望拜登来, 所以中国就向其他国家发了这个邀请, 对美国的新闻界的消息还未發, 所以在习拜的高峰视像会议裡面是没有讲到这个问题, 因为国际上大家是惯例的, 一定是要私下前线人员的互相沟通, 有这麽上级承受,双方有默契, 才公开讲那个邀请的讯息。 如果不是,你想要单方面, 我创造过机会,让你美国难做, 如果你来,即是你经常讲人权是假的, 如果你不来,就破坏中美关係, 中国就以为自己得益, 但是到最后的结果就是, 美国现在玩了那招, 即是说我事先讲了, 不过现在是在考虑着, 你發不發邀请是你的事, 如果中国到时不發邀请,美国就大条道理了, 你今天没有發邀请,我怎麽考虑来呢? 如果你發邀请,别人不来, 变得反过来,是别人主动了, 所以政治这些事情是顺色万变的, 再补充一些APEX会议, 2001年APEX会议之前, 在上海发生911事件, 乔治·布什说不来, 到最后双方协议,大家改过话题, 乔治·布什说,你讲反恐我就来到中国, 我怎麽为你抬轿呢? 于是到最后,中国改了原来的题目, 就是中国的投资前景, 后来一改,改了在中国的投资安全, 是否又是反恐呢? 这些就是国际政治常态, 所以继续观察, 我现在到这个都没有结论, 总之反对体育的政治化是我一贯主张, 是任何人、任何团体、任何国家, 这些政治化其实都对体育迷、球迷是没有好处的。 好了,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裡,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